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是閃電Pof餅乾打公會龍227階的實戰影片 因為這個打法比較偏向於227階以前的打法 高階的話應該也是適用的 到時候有更高階的影片再來做更新這樣子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配料的部分 配料的話這邊黑巧的話主要是三攻二冷 那一樣是冷卻六爬馬 這個就是棉花打法的延伸 主要的話是把我們毒魔窟換成閃電泡芙 閃電泡芙這一邊主要一樣是完全冷卻的配料 但傷害抵抗至少要有 接近24%或者是25%會更好 然後在雪肉鯊魚這一邊的話主要一樣是完全攻擊冷卻的話就是6%左右 然後在棉花餅乾的話就是跟之前影片也都是一樣的 我們這邊基礎冷卻就要到24.3%就24以上啦 再加我們這個巧克力豆煮的效果這個是5%這樣就29% 在謝謝鬼餅乾的話也是一樣 這邊的話就是全攻擊 冷卻的話也是不需要的 接著就來看一下我們相關的實戰影片的表現吧 會不會的 在這裡也會不會有 升降伏 還好 就能燃一下 可以這幾號 好 這句話是清真 不想迷惑 攻速是清真 可冬 好 不想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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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回答 還要跳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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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出 大人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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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火车 你磊子 要是火车 我要的毛色 要死 你是火车 要死 能力 吃火鍵 明天就看到溜溜的 那麼閃電泡芙餅乾這個打工會龍217階相關的影片就要這邊感謝大家收看 之後如果有些新的配法或者是更高階的龍有時間的話之後再來錄一下啦 其實打法我應該覺得是差不多的 我是夢夢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